104学年度的大学繁星推荐了 在3月17号公布了录取的结果 这一次光启高中的大学精英班的录取人数再攀新高 这次总共有这个32名的同学 录取了国内知名的公司力大学 录取率高达85% 也提供大新庄地区的学子们竹梦的最佳选择 104学年度大学繁星推荐 3月17号公布录取结果 光启高中大学精英班录取人数再攀新高 陈基斐然 今年有32名学生录取各知名公司力大学 录取率达85% 其中王心如同学录取国立政治大学斯拉夫语文学系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然后学校就有告诉我们有繁星推荐这个东西 然后所以从一年级开始 我就在每一次的段考都是认真准备 然后就是希望能拿到那个校牌第一 然后经过就是这样三年努力下来 就真的是拿到了一趴 后来我用这个成绩去申请政治大学的斯拉夫语学系 然后中间就是也是自己努力之外 还有学校的老师帮我 他们就是鼓励我 然后我会选择这个科系是因为 现在台湾的英文人才还有日文人才都很多 然后斯拉夫语学系的比较少人学 和家人还有老师们讨论之后 就决定要选择斯拉夫语这个学系 我们是配合教育部的政策 那么让社区的学生 或是市立学校的每一位同学 都有机会到国立大学里面去 所以教育部特别推动了环兴计划 李荣哲同学则是录取彰化师范大学化学系 高中三年 他始终保持前三年的佳基 他分享了自己的读书心得 就是跟着学校安排的进度走 当我想放弃的念头 就是很累的时候 我会想到我们老师 跟我们鼓励的话 就是忘记背后 然后面向阳光 这样阴影就会在背后 所以只要相信自己 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崔家伟同学原可推荐到台湾师范大学 但是早已拟定意大利留学的计划 所以他选择福人大学 意大利语文学系就读 我很感谢老师就是 不会因为我们当初进来的成绩不好 然后就放弃我们 他们常常常就是 就是会个别辅导我们 依据每个人不同的科目 然后又给予不同的协助 那里面我最感谢的就是我们的主任 就是孟老师 他在考试之后 成绩出来的时候 很细心的帮我们做了很多弱点分析 所以才这么精准的 让我可以如愿考上自己想要的科系 光启高中大学精英班配合教育部 就进入学政策 拉近城乡差距 在全校师生共同的努力之下 积极辅导升学 打造优质社区高中 光启高中教学成果 浊然而立 营造了优质的学校环境 提供大新庄地区孩子们 竹梦的最佳选择 以上新闻记者新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